这里是亚凯迪亚孔雀之城 南加州最老牌的华裔富人社区 今天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在亚凯迪亚人民币5000万 可以买到什么样的房子 地中海风格的豪宅 军工于2021年 为六房七位8186尺 位于亚凯迪亚有名的橡树庄园 橡树庄园以老牌企业家众多 这里非富即贵 可谓是不离繁华 不失繁华 闹中取静 邻里相安的好社区 现在就跟我一起去里面 见证一下吧 挑高顶配螺旋形楼梯 节省空间又兼具现代感 配上两个大气的吊灯 更显通透和视野宽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用动线做间隔隔断 外加吊顶灯光地板和瓷穿 无论是会客、小镯还是百雁 布局都是实用又经典 最舒缓压力的是 莫过于沉淀在舒缓的爵士院 在自家的书房 看看诗和远方 西厨全套配置美国Viking 维京名牌厨店 厨店中的爱马仕 十万刀的奢华炉灶 随心所欲 烧出来饭菜就是美味佳肴 假如你还有一身好厨艺 要来一个大火爆炒的特色菜 这扇玻璃门后还有一个封闭中厨 可以来尽显身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奢华不只是装修 还有柔软舒适的床品 和简洁温馨的内饰 卧室的中心配上这个石墨的大床 复古的仪式感散发着家的温馨 清早起床听听香槟酒碰杯 来一杯Mimosa 为一天的快乐拉开序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考山而生 喜鹊在庭院的橡树上筑巢 这既是风水上的好兆头 又是树木繁盛项目园的特色 三万尺的占地 离尘不离繁荣 满目皆是晴空 地中海市的外观 后院一直都是十分的宽阔 在此后院寻三五知己 听风赏雨 乃人生一大乐视哦 好了 那么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视频 感谢大家的收看 请大家订阅 点赞 以键三连 我是Mina 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